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芒向篇》出部《正向报》的节目 录音的时间2021年2月8日 这里有我Raymond Wong,还有澳洲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早晨 节目开始之前,真希望大家可以帮忙 因为我们经营困难 大家帮忙,点赞,订阅和分享 将齐抗疫,拼经济反揽炒的信息传扬出去之外 还要壮大中立无色无颜色的力量 宣扬和平理性的声音 千万不要让那些极端分子 窃取了正常人这三个字 好了,现在又要讲一下那些极端的东西 讲一下美国的极端分子 在167政变之后 在做什么呢,现在 现在最新消息 承接之前我们讲美国那一节 我们讲美国那一节 早前讲美国那一节 有些数字是未更新的 现在就更新了 那现在FB1他就收网 收网捉了多少人呢 就是235个 有很多都是那些极有的武装分子 是啊 是啊 那还有一些呢就是军队里面的人员 就是真的受过军份的 哦,是的,那个女孩 垃下了那就是 那他现在还有其他,就是不是只有一个 那还有一些呢就是 一些侵奋啦 那其实就是大家不懂的侵奋 他们讲unremarkable Trump fans 其实就不知道的 你看个样子 不出名啦 不出名 235个 总之就是 无论是老虎仓盈 都是一起捉的 这个在美国都是 这个FB人 那现在 当然了,那些检控官就出来了啦 那现在就全部都搞一样东西 就是要阿川普 就被弹劾啦 那还有就是 就是阿川普 他之前 他煽动这些人出来的 那他在1月6号 美国时间 就是我们这段时间1月7号 他叫他们的支持者 阿川普叫他的支持者 Fight like hell 就是什么叫Fight like hell呢 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很出力地去抗争啦 或者是 尽力打架啦 就是他说like hell 就是好像地獄那样 但是其实这个说话呢 即逆就不适合的 就是你打架打得好像地獄那样 都不适合啦 是不是 那所以这个意思 也就是要出尽力去抗争 应该是这么说的 嗯 那跟着 他的支持者当然是 大家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就冲了进去 美国国会大楼里面啦 嗯 那现在阿川普 他是有可能呢 要坐20年牢的 有可能啊 不过究竟能不能进入他罪呢 我相信当然很困难啦 就是共和党那些人是不会帮忙的 但是现在表面的罪名呢 阿川普是要蹲20年的 我觉得最后应该没事的 我觉得都是没事的 我觉得都没事的 那FB1现在在哪里拉了人呢 就在西雅图 华盛顿州啦 拉斯维加斯 内华达州 哥林多 这个是在德州的 加拿大 就是在北卡罗里纳州的 马里安就是在伊利诺州的 都已经拘捕了很多人的 那其实那些呢 有些只不过是 进去 臭热闹的 我觉得 因为其实 进去那些暴徒呢 真正是 打烂里面的东西的 其实是佔好少数的 但是现在 拘捕的人呢 就有很多根本上 就是抽进去打卡啦 那些呢 就是那些相片在Facebook啊 那些 那就变成了罪证啦 还有 有一样东西的 就是他们那些人呢 就比较 傻LL啦 某程度上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他们去到那个 冲了进去那个 国会大楼的时候呢 就用他们那个 国会大楼里面的 那个免费Wi-Fi 那你一试过 登入一个 免费Wi-Fi的时候呢 那它是要追回你 绝对不困难的 那有些 就是应该还要 好像登记了电邮 才可以 用它那个免费Wi-Fi的 或者电话 是啊 所以 那现在就好搞事了 所以老实说 其实他要知道你 还有他在CCTV 我相信 美国那些人面識别技术 都很先进的 其实不难的 真是 全世界都不难的 不像那帮 那帮 皇友说 只是中国才有 那些电灯署 全世界都是在做的 哎 是熟的 美国20年前 已经说用人面識别的了 是20年前 在说 不是开玩笑的 就是我刚刚出来 做事的时候 他们已经说 他们可以做到 人面識别 在动的车那里 认到什么人 在开车的 那些技术是做到这样的 他们那时候是 已经 20年前 你想想 就是 他们当然没有大规模的 摆这些 摄像头 但是 不代表他们没有摆 就是他们没有大规模的 摆就不代表他们没有这个技术 还有 他们有这个技术的话 就是把那些 视频抽出来 再找人 根本都不难 那个技术根本就是在那里的 是 那好吧 那现在就有56个 就是FB1的办公室呢 就现在在搞这个调查 那是大件事到怎么样呢 就是这56个办公室里面 每个都是几百人 根本上就是几千人 甚至上万人 去抓你 进去那800个人 要找你出来 说对 对于 美国来讲 一点都不困难 就是有时 美国做事就是 他不做你的时候 就当是没事了 他一做你的时候 你就根本就是躺下的 低方都是这样 就好像他不查你税 他一查你税 你多数都是坐牢的 应该都是 他这件事就是 就是911之后 最大单的 已经是 那现在 就算连在华盛顿特区那里 都有二百多个警察在查 嗯 挺大事 还要是跨州的查 用上万人去抓你 确实是对的 因为证明 因为这件事情都是 但是 深刻来讲 我觉得美国 历史上 都是一个大污点 是啊 其实 这个就是 国家安全法的力量 美国的 因为现在 有很多被人告的人 就不是纯粹闯入国会大厦 那么简单 而是 颠覆国家政权罪 哇 有些人说 为什么 美国可以告 点覆国家政权 我们香港不告得 就是这么说 其实不是不告得的 之前都是有告的 不过是告他善惑的 是吧 就是好像叫什么名字 那个叫做 戴耀廷 就是被人告善惑 是 现在美国他当然是 会 将这件事定性为一个 政变啦 因为他们是要 推翻美国的 政府的嘛 他不只是推翻民主制度的嘛 还有是有人去煽动他 而煽动他 最大的那个人就叫 Donald Trump 那么现在 最初抓的呢 一定不会是抓川普先的 他会抓完那些 那些人不认识那些人先的 有头有面那些是最后处理的 美国佬从来都是 他就 虾仔搞了你先 当然啦 就是有些出了样子 坐了在佩洛西张椅的那个哥哥 都被人抓了的了 应该 哈哈哈 那现在 就是 拉得很厉害 就是速度很厉害 那警察 就是当然啦 华盛顿 特区的那些警察都在那里 就是 负责追踪这件事的人 基本上 那现在 说得出的数据就是 二百多个 那 当然会有其他数字会出到来 那到时 如果有新的数字 我们会再更新 那还有 那有些人呢 就 有些照片 其实因为他们全部打了卡的嘛 就是他们现在 就是这个 藉口呢 就是说 其实我以为总统叫我来的而已 所以我就是呼应总统的召唤 那我就来到 他们很多人都是用这个来辩护的 那其实现在 FB1呢就搜集了大概 二十万张照片 甚至是片段 那就是那些什么人 告发他们呢 就是家人 朋友 见到 认得出那些暴动人 那就 写告密信 给这个FB1 去逮捕这些人 还有 当然就有一件事就是 就是他们那些人放在Facebook 推特啊那些 就是上片啊 视频 全部被视为是罪证 那还有有些人 有些人那时候就很厉害的 就 有人涂鸦在那个 就是在那个 一道门那里 Memorial door 就是纪念门 那就写了 谋杀这个媒体 那跟着呢 谋杀媒体前面拍照 举起手指弓拍照的人呢 哎呦 原来都 都什么啊都被人抓啊 你只是拍照举手指弓都被人抓啊 为什么呢 因为这句说话呢 就是谋杀媒体 其实 现在给这个FB1的判断呢 就是说 哦 原来你是想谋杀一些媒体的工作者 所以是有计谋去谋杀 哇 这就不太厉害了 哎 那当然啦 还有就是那些极右组织啊 还有那些白人至上组织就 被人抓了 那现在 之前有个骄傲男孩呢 就有10个被人抓了了 那还有就是 连 竟然呢 这个骄傲男孩呢 连夏威夷都有的 哇 很远啊 离开 就是离开华盛顿 就是 这个温暖的夏威夷 到这个这么冷的话 到这个DC 哈哈哈哈 九千多公里的地方 那和加拿大政府 就已经将这个骄傲男孩 定性做什么呢 一个恐怖组织 接着还有几个 有个叫做 Oath Keepers 就是誓言持守者 可以说是 那这个就是 美国其中一个最大的 极右军团组织 可以叫做Milicia Group 那现在就抓了他几个人 那还有一样东西就是 现在大事了 现在CNN CNN讲的 那我们都会引述CNN的 CNN呢 他就做了一个数据的分析 那又发现了呢 头150个被捕的人呢 其中有21个人呢 是有军队训练的经验 正式军事训练的经验 哇 军事行动就是 是啊 接着有8个 还要是什么呢 8个还要是 前海军陆战队 队员来的 哎哟 其实现在就开始 美国就要想一件事了 就是那些军事训练呢 是不是要找一些 就是尊重美国这一套 民主制度的人去做呢 就是好像 内地那样 你要接受军事训练呢 一定要是 忠诚度可靠的人民 子弟兵才可以做的嘛 事实上这样都对的 谁知道他会搞些什么军事行动 去反对的吗 我觉得对的啊 这样哦 是啊 那现在当然就是本来 因为美国一年训练很多这些海军陆战队的嘛 那他很多时候只是看你的体能和那个智力的嘛 就是他的智力要求的 那但是他就没有一个政治忠诚度的要求 就是你对起码都要对共和国 就是美国都是一个共和国 其实应该是对共和国有忠诚度才可以的 现在他变成了就是 阿侵是成功煽动了一部分的军队 但是其实很少的 一战那个数量是很少的 那的人呢 就是效忠阿侵 就不是效忠这个共和国 那就大结果了 是不是 那还有 167政变的时候呢 还有些什么呢 现在被捕的人呢 就有4个是警察来的 基本上现在炒了 那在哪里呢 侯斯顿 接着 侯斯顿那个就是警察来的 新扎西 有个懲教人员 也都就是 隔车了他 其实现在最大件事是什么呢 就是 现在FBI捉了一大堆人 最大件事就是 全部都没有案底的 基本上 什么呢 真是 基本上就是 没有人认识的美国人 就是根本上 unremarkable Americans 还有 枉绩 就是这个极端主义的枉绩 是没有的 原来是 就是又是被人煽动去的 就是这些就是笨招了 搞得这么厉害 还有哦 其实他们平均的岁数呢 大概40岁左右 还有四成呢 是小生意 还有白领来的 还有些人呢 是CEO 有些呢 开店 有些做医生 律师 做IT 做会计 都有的 还有啊 他们根本上 这班人呢 大部分呢 都没有看大忌苑的原来 又没有看博士的 又没有去那些 就是他们那些什么parlors 那些是没有的 其实他们只是听川普说的 哎 所以是很麻烦啊 那之后会怎样呢 那我们会再分析了 但是有些人当然说 为什么美国可以做 香港不能做 这个我们要分析 搞这些这样的东西 不是搞这些 搞这些这样的东西 那黄友就这么说的 为什么香港我们都可以冲进这个 立法会了 在美国不行啊 这些全部都是义士 这样 这个是其中一个角度去看这件事的 那我说一说这个角度 为什么先挖挖呢 就是因为 美国佬讲的东西 他自己很多时候都不信的 他支持你做的事 就是支持你在国外做的 他过来做你就死了 如果你在关口那里跟他说 我支持那些义士 那就立刻被人 就是原机遣返的 所以陶杰就不在英国住了 他说那些什么仇恨言论 在英国抓了狗逝了 是啊 就是你原机遣返的 一定是 那好了 另外一个角度 就是 哎 美国警察啊 为什么一开始那么容易 请这些暴徒吃莲子羹 香港的警察不行啊 那这个又要解释 因为香港的 因为武力对等是很不同的 因为其实 美国是很多人 都是有这个 这个莲子羹发射器的 哈哈哈哈 是啊 所以你之前有个 奇啰啰 叫做洗脚师傅 因为他为什么叫洗脚呢 就是叫他建议警察 就发射这个 莲子羹发射器 用那些莲子羹呢 帮那些暴徒洗脚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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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一听到都笑啦 就是 这些叫做人不笑狗都吠 是 你想一下 你想一下香港怎么可能做这些东西 就是 就是 还有一样东西 就是香港呢 港人权呢 是真讲的 是真讲真做的 就不是好像美国佬那样讲的 就是美国佬就 讲一下 做呢就 有时候都不是很理的啦 这么讲 就是你 你最紧要呢 就不要影响到 一般国民的生存权 这个就是 美国佬一贯的做法 没错 你可以说他相同标准 就是你扛到他国家利益的时候 说你还讲什么东西 那些什么普世价值 高举什么 那些骗你而已 是香港人这么幼稚的 这些港独的话 哈哈哈哈哈哈 但是还有一样东西就是 实际上呢 他们有个论述的 他们这个自圆其说呢 某程度上都讲通 大家要 大家要认真听清楚 他们的论述 因为你要驳斥他这个论述 你一定要清楚 他的论述是什么 他的论述呢就是 你们这班人 冲进去 譬如在台湾太阳花 是不是冲进国会的 是啊 大长花嘛 要加个引号啦 就是国会啦 那香港那个情况呢 就冲了进去立法会啦 为什么美国佬是支持呢 他们有个本 他们有一个说法的 就是呢 因为 你们 譬如台湾地区 这个地方 是 那个民主制度是不完善的 他的论述是这样的 所以才冲进去呢 就是合法的 但是呢 我们美国的民主制度呢 是非常完善 所以你冲进国会呢 就是死罪来的 香港的情况也是一样 就是你为什么冲进立法会 美国佬可以支持他 不支持他 他不支持别人冲进自己的国会呢 就是 就是说你们香港 那些选举是假的 因为你们有功能造别 不是真正普选来的 所以假选举 所以呢 那个叫什么名字 我忘记了 冲了进去那个人 又去了美国的 梁继平 梁继平 对了 梁继平冲进去 喷黑俱暉 我们都是支持的 就因为你们这个 政权是不义的 我们这里是有道义的 那他当然是一个双重标准 但是你没办法 有一样东西 为什么我们经常都说 你做这个 话语权战线的人 一定要聰点 你不要陷入 他们那个逻辑陷阵 也都不要说 我们的 讲法投射不了出去 所以我们要有多难 有多难 难答答的去做 有些人的讲法是这样的 他说我不同意你们 《魔王皮继部》讲的东西 我觉得现在 反正都是被人污蔑的了 不如就做尽它 有多尽得多尽 污蔑回他们 你讲好中国故事 就不代表你要污蔑其他人 这个是两个不同的东西 很不大气 别人敢做那些坏东西 你就跟着 没错了 所以呢 你一定要保持一个大国的风范 有很多东西都 最重要的是 讲好自己的故事 这件事很重要 还有 不要学他们散步谣言 有些人说 不要紧了 他们散步 我们就散步 那你就中了去计 那你和他有什么分别呢 你就中了去计 第一 你拿不到 你的道德高地本身已经不是在你里面 第二 你就拿不到那个道德高地 本身你是没有道德高地的 因为他一开始就说你这个政权是不义的 没有道德高地 是吗 是 那现在 哎呀 那你 他跟着 你一说 一开始传谣 一开始造谣 被人执到手照 你之后呢 那个媒体战呢 就会更加难打 你就更加难 将你自己说的东西投射出去 因为人家已经不信你了 一开始的时候 有些人说 所以辟谣是不重要的 人家传谣 我就传谣了 一起传 总之整个社会都是谣言 那就可以了 最大事不是这样的 最大事就是整个地球都是谣言的时候 那些人就相信美国佬了 是这样的 因为他们做了很多年这些工作的了 这些 这个是很无奈的 很无奈的现实 我们经常都这么说 那现在好像他们167政变那样 深厚来说 都塗了一些小台 不过 都说回来 有人说 拜登很软弱 好像是老潮那样说 你说他软弱呢 他说真的 他跟奥巴马 这么多年 奥巴马的阴湿招 他当然学到足一足 他比奥巴马更加年纪 但是可能 这些经验更加多 是啊 其实节目到这里 就差不多了 还有新消息 我们再告诉大家 现在到了这一步 其实就是 你会看到 美国就会抓很多人 香港都是会抓的 那些人 都是要慢慢做 因为 某程度上 香港有个问题 这个都要解释给大家 香港其实一直 社会的监控力度 都是不够的 绝对不够 有啊 我们接着说过很多次 应该是多装一些摄像头 不过是被人破坏了 之前 但是应该有多少装 多少无死角的装就对了 没错 我应该这么说 哈哈哈 廣州更加是 是啊 廣州不用说 老实话 如果你说用二三线城市 跟香港比的 那没办法 我觉得你也对的 因为现在有些二三线城市 到现在都是很垃圾的 哈哈哈 廣东省的二线城市 应该都是比香港好 真的难听些说 那就是 我说二三线 就是那些 自己经常自称为 新一线的地方 哈哈哈 哦 明白 好像成都之类那些 我想是 那些社会管制 始终都是没到位的 这个都要承认 好了 这期时间差不多就是这样 拜拜